大家好,我是杉胖 上期视频民意调查 熔岩蛋糕毫无悬念拔了头筹 说干就干 熔岩蛋糕出了名的零难度高热量甜点 传统做法是把面糊烤到外面成型 而里面没熟 从而制造出了熔岩效果 这个方法已经很快熟 很简单 很好吃了 但是这么轻松我还做啥视频 所以硬要杠的话 因为蛋糕没有完全烤熟 所以面粉味和蛋腥味敏感心人 可能会稍有不适 对烤箱脾气不是很熟悉的话 很有可能烤过头导致不流心 冷了之后想用微波炉盯一下热着吃 热一热也有可能加热过头 导致蛋糕不流心 你的蛋糕只能流出巧克力 流不出别的什么玩意儿 我这次做的熔岩蛋糕 是我喜欢吃全手蛋糕的你 烤过头了它也是流心的 而且你可以积极控制 流心的分量浓稠度和口味 想留什么留什么 想留多少留多少 嗯 满意 先做一份传统熔岩蛋糕的面糊 黄油和巧克力放在一起 融化成液体 这次我是放微波炉里面丁化的 先丁30秒 然后10秒10秒的丁 每次都拿出来搅一搅 这样不会加热过头 然后把液体冷却到40度左右 再放入鸡蛋 和细砂糖 如果温度太高的话 会直接把鸡蛋烫熟 面糊就会变得很稠 这个鸡蛋也要是常温的鸡蛋 冷藏很冰的鸡蛋 会让黄油巧克力凝固 面糊也会变得很稠 正所周知 我的盆里是可以搅出图案的 你闷得不行 刷入低筋面粉 搅拌均匀 面糊就搞好了 暂停一下 显马粪的同学 这个时候如果你直接倒入纸备当中 7分满 冷藏半小时以上 200度的烤箱中层烤8分钟左右 传统熔液蛋糕你就获得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 好 回到不传统做法 先看一下面糊状态 如果太稀的话 可以常温放一小会 打蛋器放在面糊上 会慢慢地沉下去 这个状态的时候再继续 面糊挤到容器里面 5-6分满 注入神秘的熔岩 上面再挤点面糊封口 这个时候面糊应该是7-8分满 然后180度中下层烤13分钟左右 搞定 然后你可以筛可可粉或者是糖粉 就可以开吃了 下面就是神秘熔岩环节 传统面糊因为有蛋和面粉 是越热会越凝固的 而我们的熔岩部分是越热会越流动的 最简单的思路 你直接怼一块巧克力进去 烤的时候巧克力受热融化 熔岩你就轻松地获得了 但是这样做的问题是 流心的部分会太甜 而且很容易上头 所以熔岩部分 我们用上个视频做过的甘纳许 巧克力融化成液体 淡奶油烧到四周微微冒小泡 分两次加入到巧克力里 每次都搅拌乳化均匀 巧克力你用黑巧白巧都可以 这个时候肯定会有热爱绿色的同学跑过来问我 沾泡抹茶这么多呀 做好的白巧甘纳许里 加点抹茶粉搅匀就好了 甘纳许里油脂比较丰富 所以抹茶粉不会太结块 还是很细腻的 然后把甘纳许动印 可以放到小盒子或者是慕斯圈里 动印之后用切膜或者小刀小勺 整成合适的大小 最好用的还是把它挤到硅胶模具里面动 熔岩部分的用量比较随意 最理想的形状是熔岩刚好比面糊的部分小一圈 就像这样 但实际情况是 只要能让熔岩四周的面糊厚度大于半公分 你的熔岩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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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形状都没有问题 随便用勺子挖一勺进去其实也OK的 当然这和你的容器形状也有关系 这些容器都可以拿来用 这个和这个模具需要提前去涂抹黄油 再筛一些可可粉来防粘比较麻烦 最好用的是直径5厘米的纸杯 这种硅浆模具也特别好用 它烤完会直接和蛋糕去形成缝隙 一扣就可以脱模了 最后给你们看一些我实验过的容颜配比 一号选手延续上个视频1比1的甘纳许配比 容颜流糖比较内敛 即使你拿在手里吃也不会流得很难看 二号选手 我最喜欢的黑桥甘纳许配比 比一号会稀一点 容颜流糖的比较豪迈 三号选手 我买不到烘焙用的白桥 只能妥协买了这个 奶油的比例占的非常少 成品会非常的甜 四号选手抹茶 个人认为抹茶粉的品质好的话 它会比三号好吃非常多 不负重望 值得一试 你们喜欢几号选手啊 其实如果你有上期没吃完的空气巧克力的话 可以直接怼进去烤 如果我能买到的话 我还想直接怼个肺罗进去试试呢 我是单胖 记得点个关注 这样我们就能下回再见了 还没完呢 这次配料表里的黑桥部分 我只给了54.5%的普通黑桥用量 你看过上期视频的话 可以轻松的得到结论 如果你的巧克力可可止浓度 跟我的不同的话 做出的熔盐吸稠程度肯定也不一样嘛 但想要自己调节熔盐的浓稠度的话 其实很容易的 刚做好了甘纳雪是热的嘛 所以烤完之后 熔盐的吸稠程度 就会和这个时候的状态是类似的 在你嚼好甘纳雪之后 你觉得稠了 那就再堆点奶油 你觉得吸了 就堆点巧克力就好了